哈喽小处的宝宝们 我是雪儿 之前都一直分享一些化妆的视频 那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的护肤卸妆的一个步骤 一般就是会从卸眼妆开始 用一片卸妆的然后敷着 敷一会儿 尽量的不要太去揉它 我自己搓的好红啊 我先卸了一个面照 把粉给卸干过 就叠两个后面照 接下来呢 用卸妆奶来 卸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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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错了 其实我卸妆 步骤很粗糙 好了 接下来就是 护肤步骤 然后呢我第一步会先涂 水乳 你看我这个盖子真的超可爱 你看 它其实是一个替换的盖子 它原本 是一个正常的盖子 然后 我就换成了 这个 这个 蓝娃娃 好看 这个水就是 比较 不油腻 很清爽 你会用一个比较清爽的那个水 先打个底 因为 我的皮肤比较敏感 我不能用那种太刺激的 或者说 太营养的 要不也会长出一口啊 闻痘痘 因为我的皮肤感 也不是说是那种特别 常躁的人 然后 特别 特别细腻的 所以我就说 这东西 清爽 好吸收 然后 补水啊 功效又强 水抹完了 下一步 这是这个乳 你看 这是小女孩的 这个乳 就是 静一点 不要抹太多 因为抹太多 我就会 营养不剩 这个味道超好闻味 很喜欢它的味道 抹完它感觉整个人都会摆进去 我觉得真的 跟我差不多 就真的 抹股品不要选择太多 太年了 我真的会找一口的闷豆 老耳瓶都不好 主要注重补水啊 保湿啊 然后吸收进去 然后你就会觉得自己脸上 很滑很弹 面霜 又是这个 这个味道也超好 这个就少去一点 因为它就是我还挺营养的 就是 这个就 一点点 稍微一点 腿子 可上手画 错错错错错错 这个毒把它 听到下 不会 眼睛听到下 啊 比例就容易 按摩一点 那我还得咱们吃饱三样东西 啊我的 喜欢呼呼呼呼 之后就分享完啦 下回 看大家想要看我分享什么 或者想要知道什么 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哟 我们下次再见 我要早起 我要洗澡睡觉呢 拜拜